第271集 雾星上人郊区微颤,他明显察觉到九眼流的威力,难以置信地轻声道,竟然是古神藏的宝贝九眼流? 嗯,身上是眼珠神甲,这还是当初飞走的几件神器之一,你是谁? 他也是当初参与开启古神藏的古仙人之一。 吕强说道,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请上人告知,这两人有没有见到?他有点按打不住了,雾星上人几乎总是答非所问。 轩龙急忙传言道,老弟,别急。 谁也看不到雾星上人的表情,只听他淡淡地说道,这两个人我见过,原来他们就是所谓的散仙。 李强不禁大喜,连声道,终于找到了,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钱善雍已经觉得不好,他听出雾星上人的语气不佳,立即戒备起来,同时传音给轩龙。 看着李强欣喜若狂的样子,他知道,这时候,李强什么也听不进去。 雾星上人淡淡地说道,哦,很抱歉,他们被我禁止了。 李强犹如被一盆冷水当头淋下,失声叫道,什么? 雾星上人冷冷地说道,因为他们吵醒了我,而且不知死活地跟我动手,尤其是这个人更是出言不逊。 他随手一挥,蓝色星芒聚集起来,幻化出齐军煞的模样。 李强大叫道,那是我师尊。 气愤笃然紧张起来,雾星上人冷笑道,你师尊? 胡说八道,你师尊的实力比你差远了。 他怎么可能是? 哼,你们是来惹事的吗? 李强哭笑不得地看着雾星上人,说道,我没事跑到极悬兵演来跟前辈闹事,你,你是前辈,好意思和我们这些晚辈过不去吗? 你要怎样,才能放出我大哥和师尊? 他强忍住内心的愤怒,试图和他讲道理。 雾星上人霸道地说道,幸好我已经醒了,所以不计较你们的打扰。 立即退出我的悬海,否则,也禁锢你们。 钱善雍硬着头皮说道,前辈,他是清帝的弟子,请前辈留一份情。 谁知,雾星上人哈哈大笑,清帝是谁?难道我睡了一觉,什么都变了吗? 钱善雍三人不敢相信地看着他,他竟然前修了这么多年,简直是匪夷所思。 李强终于忍不下去了,他咬着牙说道,我只想确定一点,我师尊和大哥还活着吗? 他语气里充满了威胁,别说是古仙人听了受不了,就是一般人也会不甘示弱的。 果然,雾星上人满不在乎地说道,活得怎样,死了怎样。 他好奇地看着李强,自从修炼有成后,还很少有人敢这样和他说话。 李强可以算是第二个了,第一个就是他的师尊齐君煞。 这师徒俩竟然一个德行,他顿时感觉很有趣。 李强感到一阵无奈,他发觉这个雾星上人根本就不在乎自己。 心里不禁更加担忧大哥和师尊的安危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也豁出去了。 雾星上人娇声笑道,哟,小家伙还挺厉害的,告诉你,他们被我压进核心的玄器里去了, 在那种地方,谁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他兴致盎然地看着李强,似乎想看李强有什么反应。 李强突然平静下来,淡淡地说道,原来是这样。 他转身向钱善雍和轩龙施了一礼,说道, 钱大哥,轩龙老哥,你们走吧,这事情我自己解决。 钱善雍和轩龙都愣住了,不知道李强想干什么。 钱善雍说道,老弟,我们出去再想办法。 轩龙深知李强的为人,他知道李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雾星上人脸上的星雾沙悄然波动,他当然知道李强要拼命了, 可是他根本无所谓,依旧稳稳地站着,好像是一个旁观者。 李强的怒火就要沸腾了,两眼中的金芒闪电般闪烁着, 他完全沉入疯狂之心境界。 眼周神甲上的古神咒语犹如旋转的星空,在甲面上快速流动。 九眼留在他肩背上不断伸缩吞吐着金芒, 他转过身来,阴森森地盯着雾星上人。 前善庸和轩龙不约而同地向后飘退一段距离, 两人不知所措地看着,和古仙人争斗, 对他们两人来说有点不可思议, 那不是一个层次的拼斗,几乎是必输无疑。 他们想不出李强和悟星上人拼斗会有什么胜算。 悟星上人心里微微有点疑惑, 他察觉到李强真要动手了。 李强面无表情地说道, 也许你觉得我大哥和师尊不值一提, 但是他们是我的亲人和朋友, 所以请前辈明确回答, 他们是死是活。 金尊神心剧烈地跳动着, 李强浑身犹如燃烧的烈火, 散发出疯狂的气势, 他死死地叮嘱悟星上人。 悟星上人娇笑连连, 他有趣地看着李强, 漫不在乎地说道, 小家伙儿, 你想动手只管来, 神器没什么了不起的。 当初打开古神藏的时候, 不少人都得到过神器, 九眼流虽然不错, 可我还看不上眼。 李强已经乱了方寸, 按照他以往的习惯, 不会如此剑拔弩张地用武力解决问题。 他原先是个商人, 喜欢用谈判沟通来化解危机, 但是修神之后, 实力急剧膨胀, 凭着实力, 他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 这一次的事又是涉及到他的大哥和师尊, 他脑子里唯一的念头, 就是打败对手, 救出大哥和师尊, 全然没有考虑, 这样做能不能达到目的。 吴兴上人不懈地骄哼一声, 李强终于被他激怒了, 他大喝道, 去死! 九眼流, 犹如奔腾的洪流, 分为四道金芒, 急速, 撞击过去。 钱湛雍和轩龙没想到, 李强真敢动手, 钱湛雍大叫道, 吴兴上人, 请守家留情! 轩龙悄然顺移到另一边, 准备随时出手, 救助李强。 悟兴上人也没想到, 李强敢动手, 他身上陡然涌出一团深蓝色的旋气, 紧接着, 升起七颗耀眼的明珠, 化作七颗流星, 环绕着他。 九眼流的金光触到深蓝色的旋气, 只听扑驰一声响, 犹如烧红的铁条, 插进冰水里, 一股冰冷自古的寒气, 顺着九眼流的金芒, 逆行而上。 李强发觉不对, 猛的一甩手腕, 随即瞬移而出, 在原地留下一个纷身。 刹那间, 那股旋气将李强的纷身, 凝成一个大冰块。 悟兴上人一时不察, 他嬉嬉笑道, 你也太差劲了吧。 他扣指轻弹, 环绕深周的七颗明珠中, 飞出一颗, 笔直地撞了过去, 只听一声翠响, 李强的分身被击得粉碎。 悟兴上人历时察觉不对, 得手太容易了。 钱善雍和轩龙知道, 李强会身外化身。 两人虽然做好了随时救助的准备, 但是不敢直接出手。 他们知道, 只要自己不出手争斗, 悟兴上人是不会主动攻击的。 凭他们三人的实力, 可以让悟兴上人占不到便宜, 但是绝对无法战胜他。 在这里, 他首先占了地利, 一旦关系搞僵, 李强就根本不可能救出他的大哥和师尊。 对于这一点, 钱善雍和轩龙的看法一样, 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袖手旁观。 李强从左侧悄然显露出来, 同时上方也出现了一个李强, 接着右侧后面下方同时有五个李强现身。 悟兴上人惊讶地道, 咦, 身外化身? 他有点不确定, 真正的身外化身每一个分身都有本体的大部分实力, 若能修炼到极致, 每一个分身都有本体全部的实力。 他很快就察觉到李强仅仅是初学, 但这也足以让他吃惊了。 五个李强几乎同时出手, 九眼流的金芒仿佛滔天巨浪般, 扑向悟兴上人。 李强沉入疯狂之心境界后, 九眼流的威力也更惊人了。 悟兴上人同时抵御着五个人, 力量完全分散了。 作为古仙人, 他不屑于躲避, 即使对手分成五个人。 他还有一个错觉, 凡是初学身外化身的人, 在分身的时候, 本体的力量都会大幅度下降。 可是, 他不知道, 李强的分身虽然是正宗的心法, 但是, 最后一步他没有学会, 他是用金傀磊来代替分身的, 所以, 他的本体力量一点都没有减弱。 李强就是堵他的判断错误, 看到悟兴上人出手, 李强心里忍不住要欢呼了。 他竭尽全力将所有的力量都灌注进九眼流里, 最好一击就能重创悟兴上人, 那样他就有谈判的资格了。 悟兴上人似乎争斗经验不足, 环绕他深周飞行的七颗明珠也是神器, 那是他从古神藏里得到的宝贝。 自从得到这件纯寒性的神器后, 他就在极玄冰岩里构造了一个玄海, 专门在这里修炼, 并且将神器融合进入本体。 这七颗明珠叫七玄珠。 五个李强眨眼间碎裂了四个, 真正的李强已经将九眼流发挥到了极致。 他怪叫着, 我砍! 不仅钱善雍和轩龙目瞪口呆, 连悟兴上人也感到一阵胆寒,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伙, 争斗起来是玩命的。 玄海的空间是被悟兴上人禁止的, 坚固的兵力可以吸收绝大部分冲击力, 李强的九眼流结结实实地撞在七玄珠上。 这种拼法倒斗神器的方法很少见, 神器的威力超乎寻常的大, 这样硬碰硬的争斗, 无论是谁都不舍得。 只有李强这种怪人, 对什么神器仙器都不在乎, 即使九眼流被毁, 他也毫无顾忌, 两剑神器硬生生地撞在一起。 悟兴上人被李强吓着了, 他手忙脚乱地提升七玄珠的威力,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声乍响, 犹如山崩, 犹如地裂, 整个玄海的兵壁都震颤起来, 兵精好似乱剑般四处飞舞, 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拼斗神器, 也只有李强敢这么干。 前善拥用天神之怒将自己和轩龙护住, 他俩心里暗暗叫苦, 要是玄海坍塌, 要想出去可就难了。 李强和悟兴上人同时被震飞, 李强犹如离弦的剑倒飞而去, 轰然砸进玄冰壁中, 喷出一口金色的血, 一股绝大的寒气袭上身来, 煞事间他动弹不得。 悟兴上人也不好受, 他虽然没有受伤, 但是七玄珠的光辉暗淡下来, 他被撞得连连后退, 脸上的星雾纱也高高扬起, 好在无人看见他的容貌。 玄海兵壁大片大片地倒塌下来, 整个空间充满了白茫茫的雾气, 轰隆隆的阵巷中还夹杂着一阵阵清脆的碎裂声, 那是冰晶的碎裂声, 神气发出的劲力, 在玄海里回旋震荡, 将玄海里的一切搞得乱七八糟。 悟兴上人被惹火了, 他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 最让他心疼的是七玄珠, 被九眼流硬生生地撞击了一下, 还没有发挥作用就受到重创。 要知道, 神气几乎都是有灵性的, 要想恢复原来的状态, 他就必须重新修炼, 而且经过这次重创, 七玄珠的好些妙用都无法使出来了。 钱善雍和轩龙快速飞到李强身边, 将他从兵壁里挖出来, 只见他身上布满了寒霜, 双眼紧闭, 九眼流也被撞回体内。 要不是有眼咒神甲, 九眼流也许就飞出去找不到了。 钱善雍轻轻一点李强的前胸, 仙灵之气震荡了一下, 李强顿时清醒过来, 他轻哼一声, 神甲胸口隐伏的火精突然动, 一圈细微的紫花顺着神甲蔓延开来, 几秒钟之后, 那股寒气就被一扫而空。 李强随手拿起一颗枯青神丹就要吃, 钱善雍急忙阻止道, 老弟, 用龟原神丹比较好, 用龟原神丹你受不了的。 换了一颗龟原神丹服下, 李强重新振作心神, 刚才那一击, 显示出物心上人的实力, 超凡入胜, 他根本没法比, 如果是物心上人先动手, 自己就不可能有机会用九眼流去应拼。 一口鲜血喷出后, 李强已经脱离了疯狂之心境界, 他突然清醒过来, 这样应拼的做法太愚蠢了,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激化矛盾。 他悄悄传音给前扇拥壳轩龙, 叮嘱了几句话, 晃身来到物心上人身前。 物心上人还在此气查看七玄珠, 他气得浑身速速发抖, 那是他性命娇羞的宝贝, 其中一颗珠子已经有些裂损, 被他封闭起来。 他猛地抬起头来, 刚要说狠话, 李强伸手阻止道, 商人且慢, 听我说完再动手不迟。 不等他开口, 李强紧接着说道, 我承认实力不如你, 但是, 商人也别小看人, 我会全力以赴和商人较量的。 物心上人一阵冷笑, 哦, 就凭这两个罗天上仙吗? 前扇拥插话道, 他和远古商人是朋友, 轩龙也说道, 若是他出了事, 清帝也会找来的, 清帝的古名叫袁木上人。 物心上人心里一跳, 开玩笑, 袁古上人和袁木上人 都是老一辈古仙人中 最厉害的家伙, 这个小家伙竟然和他们都有联系, 他不禁有点进退两难的感觉。 见物心上人沉默不语, 李强说道, 如果上人放掉我师尊和大哥, 小子随便上人如何处罚, 绝不反抗。 他知道, 不能逼得物心上人孤注一掷, 必须让他有台阶可下, 否则局面就僵住了。 前扇拥听李强如此一说, 不禁着急起来, 李强答应物心上人随便处置, 他可不敢答应。 原故上人曾经嘱咐过他, 一定要跟着李强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连忙说道, 物心上人, 我想这是一个误会, 上人是前辈, 就别和晚辈生气了吧。 物心上人犹豫了一下, 可一想到受损的七玄珠, 他还是无法忍下这口气, 他冷冷地说道, 天姑我认识, 别用他来吓唬我, 原木上人竟然变成了青帝, 先借由他做主了吗? 可惜他管不到我。 李强三人听得头皮都麻了, 物心上人竟然是和天姑同时带的人, 李强更担心大哥和师尊的安危了, 他突然想起曾经收到的玉铜简, 上面留有小心二字, 也许就是让他小心这个物心上人。 李强问道, 上人要如何才能放掉我大哥和师尊? 他现在已经不相信物心上人会杀掉莫怀远和齐君杀了, 以他的实力是不屑于杀掉他们两个的。 物心上人突然娇笑起来, 哦,原来你这么想要那两个人哪? 好啊, 我让你去见他们, 但是有一个条件, 李强顿时心跳加快, 他猜测得不错, 物心上人果然没有杀掉莫怀远和齐君杀, 他立即应道, 行, 只要我大哥和师尊完好无损,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钱善雍无奈地摇摇头, 李强这样说等于放弃抵抗, 彻底妥协了, 轩龙心里也很不爽, 这个物心上人实在是太狂妄, 太霸道了。 李强的目的就是先救人, 一切等人救出来以后再说。 物心上人说道, 好, 既然如此, 你站到湖面的那个平台上, 他一边说, 一边掐动灵觉, 一个蓝色悬兵的平台, 从悬兵精髓形成的湖中, 缓缓升起。 李强稍稍有点犹豫, 他知道, 这样一来, 自己就落在物心上人的掌握中了, 但是, 他相信, 凭着物心上人的古仙人身份, 他不会说话不算数的。 物心上人发出一声娇笑, 似乎嘲笑李强不敢下去。 李强不再犹豫, 飞身落在平台上, 满不在乎地看着他。 物心上人放出手中的灵觉, 只见平台周围喷起无数悬兵精髓, 刹那间, 将平台凝成一块巨大的悬兵。 李强有九眼流护身, 因此在悬兵里自然形成了一个空洞。 他沉声说道, 放出我大哥和师尊。 物心上人娇笑道, 我好像没有答应你放出他们吧。 轩龙眉头一扬, 歪着脑袋说道, 上人说话不算数吗? 李强知道, 物心上人还有话说, 他冷静地等待着。 物心上人开心地鼓掌笑道, 天真的小家伙, 我虽然不放他们, 但是我可以送你去见他们。 至于怎么出来,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他再次掐动灵觉, 前扇雍急忙传音道, 用定心盘记住方位, 凭着神器无间不随的威力和定心盘的指引, 就不会被阵法迷惑。 我们在! 没等他传音完, 物心上人的灵觉已经释放出来, 悬兵平台吸入李强, 快速陷入湖中。 轩龙急了, 上人, 你把他传到哪里去? 物心上人咯咯笑道, 传到哪里去? 当然是和他的朋友会面去了, 那地方在核心部位, 若是他实力够强, 想出来, 或许问题不大。 若是没有实力, 那就待在里面慢慢修炼, 什么时候有实力了, 什么时候就出来了。 前扇雍传音给轩龙道, 暂时别和他斗, 我们不是对手。 他面无表情地对物心上人说道, 既然如此, 我们先告辞了, 后会有期, 两人转身欲走。 物心上人突然说道, 慢着, 我这里虽然不是什么好地方, 但也不是随意可以来去的, 这是我精心布置的隐居地, 现在被你们搞得乱七八糟, 就这样走了, 是不是太目中无人了? 前扇雍和轩龙知道不好, 看样子, 物心上人, 不肯善罢甘休。 听众朋友,